这家人临死前的愿望是冲浪,住在城里的暗家,为追逐内心的梦想,在海边买了一套房子,房子到手破破万烂,每周末男主人就在家搞搞光修,给门做做保养,比保养自己还认真,想把房子往冲浪小屋子,但他只是个业余选手,像冲浪一样,光有冲浪精神,实际连板子都没碰过,每天看着人浪,只能心痒痒,夫妻俩都很喜欢喊阳风,直线距离六公里的大海,却被门前一块草皮打断,房子越改越怪, 老旧的和风雨新潮的海洋风混搭,明明是暗图是来改装,一个是买家秀,一个是卖家秀,暗家的装修逐渐迷失,男主人找了多家装修公司,都被丑惧,老弟啊,你这条路这么窄,我们搬东西很累的,房子的基座腐坏消失,地板也是歪的,向往的冲浪生活,他来死前是难以实现了,听见这么诚恳的愿望,和村从海里钻了出来,如果不是兜里就剩两个子,他也不至于亲自游过来,作为海上设计师,设计过超多海边小屋, 喜欢脏脏的海洋风,专业对口风格对位,穿过只有儿童挖掘机能通过的小道,来到身处田园向往海洋的暗家,男主人迫不及待向河村炫耀,亲手做的露台和歪掉的围墙,河村给出最高评价,门外汉的极限,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,房子内部像海浪一样此起彼伏,进门就是一个下坡,厨房向左歪地板向右歪,买房前就知道是歪的,本想住几天适应一下,差点给自己整晕,男主人还喜欢去海边捡木材, 捡回来就一通暴改,风格逐渐跑偏,房子的格局属于是失踪而同地,孩子在外边玩,大人压根看不着,爷爷上门就一床棉被睡在客厅,二楼睡着一家三口,勘查完房子,河村表示有梦想是好事,但不能硬梦,硬梦就容易出事,就像这个洞,房子框架都没打好,你给他穿上新衣服,欲戴王冠必成其重,戴不好房子就塌了,暗家准备了1600万日云,大概90万人民币,十二平老房子的改造项目开启,改造前夫妻俩 趁机办了一场派对,俗话说吃人嘴短,请了这么多人,总会有一两个免费劳动力吧,0123准时到场,男主人正在打包,平均三五块入手的冲浪板,妻子对河村的改造非常期待,确认过眼神,是姐看上的人,在拆家队来之前,河村先将有风味的东西拆走,拆家中,节目组又来灵魂质问,房子没了你们会感到寂寞吗? 夫妻俩成完全不会,谁不想尽快拥有一座海边小屋,遗憾的是拆家这么有趣自己却不能参与,男主人再也按捺不住,自带工具申请加入,拆自己家属门熟路,拆光后发现房子歪了四公分,怎么也逃不出,拆壁府的定律,总之房子要改,得大改,依靠人工搬运修补材料,预算在疯狂燃烧,第一步加钢筋灌水泥,外头架起超长水管输送,补完地基后开始拆屋,拆墙壁,利用专业工具将倾斜的补价扶正,� 一座铺墙细弱的骨架,崭新的房屋结构,通往小屋随时待命,河村却把一家三口骗到车站,领着他们就来到自己家,美名体验,实则炫耀,参观过程中,男主人与河村一拍即合,房子保留了许多复古元素,加高后也能一眼望见大海,内部装饰多样且统一,只可惜不能复制粘贴,这就是他们一直想要的梦中勤屋,一家人在一块吃了顿饭,这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日子,只日可待,男主人从专家那里获得许多设计灵 买来的材料全是做旧样式,只是苦了工人,材料本来就丑还得扑得好看,拆掉的就地板当做墙板再利用,旧窗安进了厕所,厨房上方铺设防火的金属板,用旧物制作新品,是河村一贯的习惯,直接将木板刷新后,再打磨出纹理也是河村的设计之一,这些木板用于厨具的柜门,是一种别样的做旧法,小块的金属板只要磨掉一点外漆,刷上铁锈色的颜料,就变成肉眼难以分辨的铁皮,四块防铁皮作为难得的材 装饰在厨房,做好这一切,河村趁天还未亮,就开车到闻名的跳蚤市场,这里是河村珍藏的宝地,既然要做旧,没有比这里更旧的好物,虽然开店了,但没完全开,为了不让自己想要的东西被人抢走,他特意提前了一小时,这里四处都是散落的零件,潜逃了几件物品,河村又来到第二个珍藏地,这是一家古材店,各式各样的旧物琳琅满目,小到窗户钥匙,大到家具橱柜,买回来的物件一个不少的装进暗价,海边的冲浪小物 外观以蓝白色调为主,像处立在加州海岸边的房屋,冷清的院子出现了夫妻俩向往的露台,挖着一块冲浪板做成的门牌,围栏上装着从河村家粘贴来的室外淋浴棚口,用砖头垒的一块排水口,外墙的木板是男主人的几个朋友一起安装的,毕竟吃了他们家一顿饭,新玄关是河村珍藏的英国古董门,鞋柜采用补丁贴合,是河村的原创作品,倾斜的房间,去除走廊贯穿客餐厅,做旧的地板 搭上做旧的餐桌相得益彰,木之所集结是色调统一的装饰,打开落地窗,让视野延伸出去,餐厅也会随之变大,连门牌也能当作餐桌使用,厨房开了两扇门窗,可以随时照顾在外头玩的海岸,收纳柜就是仿舟的工艺,这里还藏有一间储藏室,客厅的两盏吊灯,是夫妻俩亲手制作的纪念品,就是做起来有点废嘴,浴室增设了脱衣间,整个夏威夷风情,照明还是传播用工,最具有设计感的是 浴室的蓬头,像一个老式电话,精致的不像样,睡客厅的爷爷终于有了自己的小房间,厕所也是相同的做旧风,走上镂空设计的楼梯,楼上是一间海军风的卧室,推开拉窗只能面对大草原,河村再厉害也不能把海给你搬过来,室内配备宽敞的收纳间,顺便偷了一层屋顶,外头的露台增设了隔间,晒衣服也不怕被围观,预算卡得刚刚好,一分不剩,一家四口回家收房,看见房子的第一眼,惊呼好新鲜好酷,没想 想到河村贡献了如此多收藏,动用了庞大的人际关系,开门还以为这就是河村家,设计与夫妻俩的品位高度统一,爷爷躺在柔软的床上,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,四处暗藏有趣的小设计,河村带着玩的心情做出这份佳作,暗家的海边小屋终于实现了